緊接著講到臺南的南西 臺三線 每到了週休假期 總是有非常多的車友們 大家一起去騎車 可是你看這個畫面 網路上面出現兩段影片 一群騎士呢 這紅黃白牌都有 不過呢 他們不顧一旁用路人 還有道路施工 接連呢 像這樣子 耍帥騎車很危險 最後還把整段行車記錄器 PO到臉書上面炫耀 其他的重機車友看了 實在是不開心 抨擊說呢 大家對重機的觀感 被這幾個人用一分鐘影片 毀掉了 一輛黃牌重機 跳狗鏈呼嘯而過 一旁的白牌機車 也不跟示弱抬起車頭 一路往前衝了過去 前方路口紅燈停下來之前 後方兩台車 又在抬起後車輪 想炫技一下 這個路段 就位於台南南西 台三線路段 一群人相約出遊 紅黃白牌通通都有 看來都是 跳狗鏈的好手 就算一旁 拉起施工護欄 沒有再怕 也不顧其他 用路人的安全 整路孤好孤滿 真實在開玩笑 對啊 他們不會想要父母親擔心 同行車友的行車記錄器 拍下診斷過程 畫面還上傳到臉書炫耀 雖然沒多久撤文 但還是被轉傳到各大社團 引起熱議 同時重機車友就批評 大家都很努力在爭取路權 為什麼每次都有這種老鼠屎 大家對重機的觀感 好不容易前進一小步 被這幾隻猴子用一分鐘直接毀掉 機車獨輪行駛部分除自單舉法外 必涉嫌刑法公共危險罪 會在依法寒送地檢府偵辦 其實南西這條路段 每到假日就有許多車友出沒約期 警方也時常出動取締行車違規 並呼籲民眾千萬不要為了耍帥 做出危險駕駛的行為 以免發生車禍造成遺憾 接著楊華台南報導